银行除了银监会他们怕还怕过谁 没有了吧 支付宝他们有点担心 至少睡不着觉 这几年来 很多银行纷纷降低自己的费用 让老百姓能够体验的更好 我不敢说支付宝有很大的功劳 但是还是有点功劳的 黄博士刚刚讲我们进入了无限 互联网 我其实就是让中国移动连通可以睡不着觉 我们对挣多少钱兴趣其实不大 但是让那些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不作为的人不爽 是我们很想干的事 好像两年以前我讲过这个话 三年四年以前讲的好像 银行不改变 我们改变银行 三年以前我们说 在重庆的民营企业会上面 我说我们对抢民营企业饭碗毫无数据 但是我们咬一下国有企业兴趣之大